曹雪就從明天起 高雄是在拉高了防疫規格 民眾進入各大醫院都必須要出示健保卡 完成過卡動作才可以進去 探病就線索變成了每天只有一個時段 每次最多是一個小時 而且病人每一次只有一個訪客 另外是針對自主健康管理者 只要是有隔離的需求 都要通報衛生局 不可以自行就醫 各個醫療院所接獲了新的指令之後 通通抓緊腳步規劃人力跟動線 希望可以節省民眾等待入院查驗的時間 一台台電腦讀卡機連接好 抓緊時間腳步裝好設備 高雄各大醫院這下午忙著作業 因為衛生局寄出新規定 二十二後起要進醫院得先看健保卡 如果要到二十三家醫療院所 就醫就診的話 一定要攜帶健保卡 那同時陪病者也要攜帶健保卡 我們會根據之前的經驗 來加速在門口的一個人流的速度 要注意了 新海報上探病的規定也有更動 從每日兩時段限縮為一個時段 而且最多是一個小時 那加護病房的部分是限三十分鐘 每名住院病人每次僅限一名訪客 除此之外 針對自主健康管理者衛生局也說了 只要有就醫需求 不論是哪方面的 高雄市防疫等級全面提升 這次更嚴格控管 要防堵感染風險 一路蔓延 華市新聞 孝先謝玉欣 高雄報導 好